我叫余光 服刑编号1101 监狱一般晚上10点熄灯 今夜却很反常 明明已过12点 依然灯火通明 事出反常必有妖 果不其然 所有牢房的铁门都突然打开 广播发出滋滋声 断断续续开始播报 请全体玩家注意 杀人派对现在开始 第一轮游戏 极度新作祟 所有玩家可在关押区域内自由活动 若杀死剩余刑期比自己短的玩家 即可与对方交换剩余刑期 若杀死剩余刑期比自己长的玩家 则双方出局 游戏限时30分钟 听完广播 我说了声槽 因为明天是我出狱的日子 你 我躲在牢房里不敢出去 偷偷观察着外面 吴一潭从我的上铺翻身下床 光哥 这啥意思 我摇了摇头 广播还没播完 所有罪犯早已兴奋地冲出了各自牢房 呐喊声 咆哮声 欢呼声 此起彼伏 有人第一时间冲向关押区的大铁门方向 但是大铁门依然紧闭 任凭怎么摇晃 攀爬都纹丝不动 自由活动区域 就限制在我们这片关押区的一楼和二楼 这PM啥玩意儿 一个满身纹身 光着膀子 肥镖横抖的光头 慢慢走到空地中央 胸口有道粗长刀疤 此人绰号刀老三 是刀帮的老大 刀老大和刀老二都被他杀了 杀人可以呼唤行期 刀老三继续冲着监控摄像头的方向吼道 似乎认定有人正站在监控室里 看着这里发生了一切 广播没有回应 那就杀一个试试呗 刀老三适业了一下 一个体格庞大的杀手从后排走了出来 阿龙随便抓两个 阿龙快速从旁边的人群中 左右手像抓鸡一样 各拎了一个人出来 然后甩到刀老三面前 两个被抓出来的人瑟瑟发抖 蜷缩着身子 低着头不敢说话 刀老三把脚踩在其中一个人头上 你 还剩几年 十 十三年 脚又换到另一个人头上 你呢 刀 刀哥 我还有十年 刀老三从裤袋里掏出一把匕首 扔到两人中间 谁先抢到 就给我杀了另一个 两人先是愣了一秒钟 下一秒同时飞扑出去 刑期十年的小个子更快一点 他抓起地上的匕首 就朝另一个人脑袋捅去 另一个人仰天倒下 眼眶里直直插着那把匕首 尸体刚落地 广播开启 1203号 1510号淘汰 小个子男人突然浑身一阵阵战 然后两眼翻白 鲜血从他的眼睛 鼻子 嘴巴和耳朵各处喷涌而出 他也随之倒地暴毙 广播继续播报 为确保游戏公平 公正 游戏发布者已经预先在各位玩家的脑中植入了微型炸弹 淘汰者即刻引爆 请各位玩家尽情享受 现在第一轮游戏剩余时间 22分钟 游戏示范结束 关押区里先是陷入了一片死寂 然后爆发了一场大规模混战 大家纷纷掏出自己私藏的武器 捅向了身边比自己行期短的罪犯 捅刀子和挨刀子的声音不绝于耳 到处是血液喷溅的画面 枕头 被褥里的棉絮漫天飞舞 现场横尸遍野 广播也接连播报战况 络绎不绝 突然 不知道哪里有人高喊一句 二楼201那小子明天出狱了 我浑身一紧 瞳孔放大 201正是我所在的牢房编号 一瞬间 无数目光向我射来 刀老三的头抬起 和我四目相对 把二楼那小子给我抓来 要活的 二 一群小喽啰 立刻向楼梯方向奔去 围守的是阿龙 刀帮第一杀手 他活像一头魁梧的黑熊精 而我就是那带宰的唐僧 我回头看了眼身后的牢房 里面没有任何拿得出手的防身武器 我就是因为在复兴期间表现良好 从不违反任何监规制度 所以能获得减刑的机会 本来以为熬到头了 谁能想到 这时 身后的吴一潭 看我的眼神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他开始步步向我逼近 吴一潭是我的室友 也是我在监狱里唯一信得过的人 我被吴一潭一步一步逼出牢房 来到走廊上 直到被顶在二楼栏杆处 无路可退 面前是目露凶光的吴一潭 两边则是狂奔而来的亡命之徒 我似乎只剩死路一条 光哥 你与其便宜了别人 不如做个好事 让兄弟我早日解放吧 吴一潭朝天大吼几声 不知道从哪里拔出一把小刀 然后疯狂挥向我 我躲了两下 手臂和胸口都被刀片划开了口子 血流不止 吴一潭第三次挥动小刀 我两只手紧紧抓住他握刀的手臂 然后反手把刀插向了他胸口的方向 下一秒 吴一潭整个人就从二楼栏杆处翻落下去 我也浑身震战了两下 从同样的地方跌向一楼 落地的一瞬间 我仿佛听到了刀老三的怒骂 TMD 晚了一步 三 其实我没有死 吴一潭也没有 应该说 我和吴一潭上演了一出相继赴死的假戏 我曾经就过吴一潭的命 所以吴一潭对我忠诚有加 虽然我不搞拉帮结派那一套 但他一直自称是我的小弟 他也是我在监狱里最信任的人 第一轮游戏规则刚公布的时候 他就偷偷和我说 光哥 如果这个杀人派对的规则是真的 那么你的处境是最危险的 别人都会疯狂猎杀你 换取你的剩余刑期 而你不管是坐以待毙 还是拼死反击 都是死路一条 所以 唯一的出路就是 让他们主动放弃 于是 我们利用规则 设计了一出假戏 就是希望全场窥视我们的人都能听见 等下你砍我的时候千万别手软 一定要刀刀见血 为了逼真 我们不得不动点真刀真枪 但最后我捅他的那一刀 是擦着他的腰滑出去的 为了让大家更确信我们的死亡 我们还设计了从二楼跌落的戏码 当然 我们跌落之前 早已确认了下面堆满尸体的位置 虽然会很疼 但是有缓冲就不至于摔死 现场一片混乱 大家没有时间来确认我们的死亡是否真实 因为每个人都在担心自身安危 无暇分行 同样的 虽然广播在接连不断播报 但大家早已麻木 根本顾不上核对死亡信息的真实性 可以说 我们俩的这处戏码 天衣无缝 我躺在一楼的尸体堆上 一动不动 静待时间流逝 突然 一双不满紫血丝的瞳孔紧贴到我跟前 还醒着吗 四 要说没被吓到 那是骗人的 但是我还是保持了超乎想象的镇定 丝毫没有反应 然而 我的心脏却不由自主地猛烈震动着 胸腔随之剧烈起伏 全身血液流速飞快 我的手指尖都微微发麻发痛 我甚至担心自己的身体 因为不自主地颤抖 早已经露出破绽 我用余光看到一个男人 就笔直坐在我身边的一堆尸体上 他又一次弯下腰 把头凑近我的头 再次问了一句 还醒着吗 他的眼皮紧紧贴着我的眼皮 然后咧嘴笑了 满口牙齿黄垢斑斑 一股恶臭扑面来 牙缝间的食物残渣令人作呕 我仍然没有回答 但我的心早已经提到了嗓子眼 因为我认出了眼前这个男人 就是绰号食人阿泰的死刑犯 五 阿泰在被抓获前 已经接连杀了几十个人 传闻他是个人格分裂的变态 而他食人阿泰的绰号来源 就是因为他每杀一个人 都要吃下被害者身体的一部分 作为纪念 变态至极 而我现在已然成为他砧板上的肉 随他拿捏了 但奇怪的是 阿泰虽然就坐在我边上 却迟迟没有开展行动 我的冷汗开始顺着额头聚集 感觉露线就是分分钟的事 别装死了起来吧 有我在 他们杀不了你 阿泰说的话 却出乎我的意料 没错 如果他在旁边 确实没人敢过来 因为没人敢动他 他是刑罚最顶格的死刑犯 如果说我和吴义坛的组合 是对三的话 那阿泰就是王炸 但他说的话是啥意思 为什么听上去像在保护我 还是说 他在等最后一刻在杀了我 毕竟现在杀了我 他就成了全场的目标 如果守着我 等到游戏终结前再杀死我 他就能顺利和我交换刑期 这么一想 我全身汗毛指数 我没有问 也不敢问 只能继续装死 当然 我不杀你是有条件的 后面游戏如果有组队的机会 你得带上我 我的余光又瞄到了阿泰那口黄斑牙 他咧嘴笑着 答应我 不然我现在就杀了你 我意识到瞒不下去了 只能就范 我缓缓爬起身 然后对阿泰说 好 我答应 但我仍和他保持一米以上的安全距离 时刻防范 他从背后偷袭我 五一台也被迫爬了起来 他橙色球服的后背 早已被汉字禁食了一大片 刚刚阿泰出现的时候 他必定也吓傻了 周围还没淘汰的囚犯 看到我还活着 纷纷手持武器聚拢过来 但是阿泰就挡在我俩面前 他毫不紧张地伸得懒腰 站起身 突然身子向前一顿 周围的人纷纷吓退一步 哈哈哈哈 阿泰笑得合不拢嘴 满嘴黄牙晃来晃去 他现在很兴奋 似乎在玩一个 老鹰捉小鸡的游戏 我们是小鸡 他就是那只老母鸡 今天余光是我的 谁也别想动 大家虽然寄予我的命 但是阿泰就像是 不可逾越的鸿沟 没有一个人敢轻举妄动 阿泰 有事好商量 这样吧 余光这小子就交给你来杀死 我们不拦着你 毕竟 这里最需要他的确实是你 刀老三一边笑着 一边从人堆里走出来 手上递来一把匕首 上面还扎着一颗 沾满血的眼球 阿泰也冲刀老三笑着 接过匕首 然后就像吃烤串一般 把眼球咬进了嘴里 一边咀嚼 一边笑着说 让我杀了余光 好让你在杀了我吗 刀老三的笑容 瞬间凝固在脸上 阿泰 别给脸不要脸 我刀老三是正不仗义的人吗 杀了自己大哥 二哥的人 确实够仗义 阿泰没有说话 只是继续疯癫地笑着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流逝 刀老三好几次 想让人从侧边开展攻击 但无一人敢打头阵 双方僵持不下 直到广播再次响起 第一轮游戏时间结束 恭喜各位玩家通过第一轮游戏 本轮游戏淘汰人数169人 当前剩余玩家数71人 除规定游戏时间外 禁止玩家开展任何私下淘汰行为 违反规定者 死 六 规则在此 刀老三只能冷眼看了我们一眼 然后和众人退去 我擦了擦满脸的冷汗 双腿发软 直接跌坐在地上 阿泰没有食言 他到游戏最后一刻都没有下手杀我 我从未和阿泰有过接触 其实我根本就不了解他 平日里死刑犯和普通囚犯的活动区域是不一样的 而所有关于食人阿泰的传闻 我都甚至忘记了是从谁的口中听来的 所以今天被阿泰救下一名 庆幸之余 更多的是不可思议 当然了 我也不相信阿泰救我 真的单纯是为了和我一起组队玩游戏 他在隐瞒着什么 我望向他 只能看到他那满口 沾满泄气的黄斑牙 以及嚼碎了只剩一半的眼球 让人毛骨悚然 他看到我在看他 诡异的笑了 我突然想起了什么 问道 你是怎么知道后面有组队游戏的 你对游戏了解多少 杀人派对吗 参加过一次 其实就是一群丧心病狂的顶层人士 想出来的游戏 他们坐在绝对安全的包厢里 看着不认识的人相互残杀 享受着近在眼前的死亡 与绝对安全感之间相互平行摩擦 带来的变态快感 当你收到杀人派对的邀请时 你已深陷其中 唯一的出路就是通关游戏 不然只有死路一条 而游戏 大多分为单人游戏和多人游戏 听完阿泰的解释 我和吴依潭对视了一眼 我深深叹了口气 一想到我的老婆 明天就在监狱门口等着我 我心如刀脚 我不敢想象 如果她等到的是我的死讯 她会多么痛苦 突然 一巴掌狠狠抽在我脸上 把我抽回现实 游戏又要开始了 别发呆 阿泰是以我们看大门方向 一群人影出现了 气 关押区的大铁门缓缓打开 一群人哆哆嗦嗦 推着平日装和饭的铁皮餐车 从门外慢慢走进来 仔细一看 竟然是另一片区域的关押犯人 只是此时他们的身上都绑满了炸弹 就像一群排队前进的人肉炸弹一样 同时 所有人的嘴巴都被胶部紧紧封住 他们无法说话 他们安静地把一排餐车 摆放到我们剩下的人面前 然后又列队走了出去 大门闭合 广播再次响起 第二轮游戏 暴时A或B 当前有A和B两组夜宵套餐 供大家选择 一组是碳水套餐 另一组是蛋白质套餐 一旦选择套餐 则无法更换 大家必须在规定时间内 把套餐内的食物全部吃完 否则淘汰 游戏限时15分钟 大家看向餐车 左边一排餐车上标着A 右边一排标着B 有人从A餐车里 拿出一大袋馒头和一瓶矿泉水 一袋馒头少说有20个 另外一边 也有人向B餐车里好奇张望 只是瞄了一眼 便奔到一旁狂吐不止 我往前一看 B餐车里面竟然爬满了密密麻麻的如动营区 胃里突然一阵翻江倒海 我的喉咙一紧 一口晚饭涌到喉咙口 我强忍住恶心 匆匆走到一旁 阿泰毫不掩饰自己内心的兴奋 直接掏出一盒营区 当着所有人的面开始取决 看着他取决 我都似乎能感受到 营区正在我嘴里蠕动 吴一潭也无法接受这些恶心人的东西 便和我一起走向了A餐车 20个馒头虽然多 但是狠狠心还是可以吃完的 况且有水就着吃 容易下咽很多 我和吴一潭的手纷纷伸向A餐车 正当我俩的手要碰到那几袋馒头之际 我突然闻到一股熟悉的味道 不好 我一把抓起吴一潭的手 快速扯出A餐车 走一潭 我们选营区 吧 你疯了 光哥 吴一潭一脸不可思议的看着我 那袋馒头 闻着有问题 我进来以前是做儿童玩具行业的 这个味道我熟悉 因为我在某一类玩具上闻到过这种味道 那种玩具叫水精灵 水精灵是一种由淀粉混合饼吸精 或饼吸酸纸合成的吸水性树脂材料 这种材料具有极强的清水性 可以迅速吸收水分并膨胀 体积可以增大很多倍 甚至数十倍 吴一潭一惊 光哥 你的意思是 这些馒头 应该就是那种吸水性树脂材料做的 A套餐配备了水 表面上是方便我们下咽 实则是精心布置的陷阱 当吸水材料和水在胃里融合 就会迅速膨胀 本身二十个馒头 就已经非常占空间了 再结合膨胀后的体积 可能会炸 而且游戏规则要求 套餐必须吃完 也就是说 谁也不得不喝完 选A套餐 必死无疑 吴一潭眼里满是震惊 但是最终坚定地 选择了相信我 我和吴一潭 不得不走回B餐车 强忍着极度不适感 我们俩个自从餐车里 掏出一个饭盒 默默走到一边 距离游戏结束时间 还剩不到五分钟 我打开盒饭 满盒营区不断地扭曲和翻滚 形成一片令人毛骨悚然的海洋 他们的数量如此之多 以至于饭盒似乎在 微微起伏波动 我又忍不住要呕吐出来 时间已经不多了 但是我和吴一潭 均下不去口 这样吧 我们互相逼位对方 我走到吴一潭面前 把他整个人按压住 然后让他死命 捏住自己的鼻子 我把一整合营区 迅速倒进了他张开的嘴里 痛苦的是就要一鼓作气 吴一潭的嘴里 瞬间进满蠕洞的营区 偶尔 一只肥大的营区 从同伴中挤出 留下一条粘稠的痕迹 然后又迅速地 被其他营区覆盖 我把吴一潭的嘴巴狠狠捂住 让他赶紧下咽 眼泪从吴一潭的眼角挤出 我能感受到 他喉结不适地抖动 看得出他正在经受 不亚于凌迟的折磨 喉结滚动两下 吴一潭终于不再挣扎 他咽下去了 我让吴一潭也对着我的嘴 做了同样的事 瞬间一和营区已经下肚 但是我能感受到 他们尽数覆盖 在我未黏膜上的场景 感受到他们正疯狂吞噬着 每一寸能够触及的有机物 就 大厅另一边 刀帮的一群人 竟然也不约而同 选择了套餐币 不知道是不是也有人 感受到了馒头的不对劲 刀老三自己并没有吃 他正在命令阿龙 把自己的那份营区 灌进一个小喽啰的嘴里 我瞬间明白了 刀老三他们抓住了 规则的漏洞 规则要求吃完套餐内的东西 却没有强制要求谁来完成 所以这个可怜的小喽啰 还得帮他们老大吃一份 别吐出来 吐出来就杀了你 刀老三恶狠狠地说 这个小喽啰我认识 大家都叫他浩子 现在浩子的脸色 比车时还难看 但是丝毫不敢反抗 作呕了好几回 浩子被阿龙一巴掌拍在脸上 肿着脸 混着血把营区咽了下去 除了刀帮那群人 剩下的囚犯中 只有个位数的人选了B套餐 其他的所有人都选了A套餐 此刻 选A套餐的人 正疯狂把馒头塞进嘴里 嘴巴被撑得鼓起 因为馒头咽 所以他们毫无例外地 一口馒头就一口水 然后不加咀嚼 就迅速下咽 一开始没有什么异常 慢慢的 他们感受到了腹部的不适感 不少人开始捧着肚子 在地上挣扎翻滚 五官搅在一起 脸上的表情猙獰扭曲 突然 有一个人浑身一颤 嘴巴里开始疯狂喷涌鲜血 随着鲜血一起喷出来的 还有无数白色胶状物体 那就是吸水性树脂材料 遇水后膨胀的形态 随着白色胶状物体的 不断喷涌而出 他的嘴巴竟然被声声撑开 下颚直接脱离了脸部 搭落在脖子上 鲜血顺着脱臼的下颚 不断滴下 活脱脱像是一个 恐怖拉线木偶 不断有人倒在地上口吐鲜血 地上瞬间躺满了 冰死挣扎的肿胀身躯 砰 一声巨响传出 远处一个肉团 直接被撑爆了 血红的肉酱 伴着橙色球服 撕裂后的碎部漫天飞溅 碎裂的肠子 和各种内脏撒了一地 白色胶体喷射出来 只剩下头颅和四肢 散落在这一大坨肉酱 与胶体的混合残留物四周 A餐车附近 已经没有一个人 还能够保持直立 全部都血肉模糊的摊在地上 要么苟且蠕动 要么炸成肉酱 鲜血流了满地 白色胶体也铺了满地 15分钟时间到 最后一个蠕动中的肥瘦身躯 也微微一震 停止了最后的挣扎 第二轮游戏结束 恭喜各位玩家顺利通关 本轮游戏淘汰人数 55人 当前剩余玩家数 16人 游戏一结束 我刚刚强忍的呕吐感 就全面爆发了 光是想到迎去两个字 我就反胃到想吐 我冲到一旁 疯狂呕吐 再仔细一看 自己吐出来的一坨东西里面 白乎乎一片 竟然还有无数能够蠕动的活物 吐了五分钟 我终于感觉 把胃里的残渣清理干净了 五一坛蹲在一旁 和我保持同一自食 一抬头 我又看到 阿泰那里开嘴露出的满口黄斑牙 上面还沾了几条 扭曲蠕动的肥润躯体 他模仿我呕吐的样子 然后哈哈大笑起来 我感到一丝不对劲 但又说不上为什么 识人阿泰 他究竟在打什么算盘 十 广播再次响起 第三轮游戏即将开启 请各位玩家即刻回到 自己所属的房间 做好准备 下一轮游戏难道要在牢房里进行 大家虽然不情愿回去 但是只能无条件服从 所有还活着的人 都走回了自己的牢房 大厅和走廊里 只剩下两轮游戏过后 满地血肉模糊的蚕食断肢 当所有人回到房间 牢房的门突然咔咔关上了 不仅如此 还触发了更加严密的 防弹玻璃墙机关 每个牢房门口 都竖起一堵厚实的防弹玻璃墙 这个机关是典狱长下令打造的 原因是前两年监狱发生过一起 恶性持枪杀人事件 后来为了保障所有罪犯的人身安全 监狱一方面加强了 复兴人员的随身物品监管 另一方面则是在硬件设施上 进行了改造 没想到防弹玻璃墙 首次派上用场 竟然是在一个杀人游戏环节 真是讽刺 因为防弹玻璃墙的闭盒 现在整个牢房内 就是一个水泄不通的密闭盒子 突然 房间里的水槽 被一股强大的压力顶破 水哗哗流出 第三轮游戏愚昧者坟墓 当前各位玩家所置身的 是绝对密闭的空间 开锁密码就藏在房间的某处 请各位玩家寻找线索 破解开启大门的密码 游戏不现实 直到所有玩家淘汰或通关 本轮游戏自动结束 看着不断上涨的水面 我感受到自己的心脏 在猛烈撞击胸腔 密闭空间带来的恐惧感 侵袭全身 在这个游戏里 时间和空气就是生命 刻不容缓 当前最重要的是 赶紧在水涨起来前 把密码破解 水上涨的速度 远远超乎我的想象 还不到一会儿 水已经没过了我的脚踝 我和五一潭 在房间的脚脚落落 寻找线索 终于在天花板上 找到了两行小字 字似乎是 最近刚喷漆上去的 唉 怕的是水污染哦 下面还有一行备注小字 提示 有问题就会有答案 这是什么意思 有问题就会有答案 如果我们所在的密室是问题 那么答案会不会是 房间的号码 我迫不及待 在开锁盘上输入了 201警号 滴滴滴 密码错误 刚输入完错误答案 水流的速度 直接涨了一倍 原来错误答案 会加速密室被淹没的进程 现在水已经没到了我的膝盖 吴一潭研究了半天密码 他放弃了 最后和我分工 他研究如何从源头上 控制水面上涨 而我则专心破解明面 怕的是水污染 难道说密码和水有关 现在房间里 倒确实是水漫金山 但是和水污染 究竟有什么关联呢 我绞尽了脑汁 还是无法想象出任何关联 水继续上涨 现在已经超过我的胸口了 我整个人 现在已经可以漂浮在水面上 吴一潭试图用棉被 枕头捂住进水口 但是进水的压力太大 我再是长得太快了 很快我就只能一边划水 一边让自己的头 养在水面上 才能确保水 不会进入我的口腔和鼻腔 吴一潭也漂在我身边 他放弃了阻挡出水的各种尝试 选择游到我边上 和我一起破解密码 很快 水就会堵住 整个房间里剩下的空间 留给我们的时间和空气 都不多了 我看了一眼防弹玻璃墙外面 其他各个牢房里 也都灌满了水 里面的人 吴一不再垂死挣扎 突然 广播响起 本轮游戏新增第二条解锁模式 新增解锁模式 若一个密室中出现至少一名淘汰者 则房间门自动解锁 十一 广播结束 对面牢房里似乎就出现了一阵骚乱 那是摄友之间混乱的水战 只要是两个摄友都存活的牢房 那么摄友之间一定都开始拔刀相向 毕竟自己的命才是最重要的 只剩那些仅仅一人存活的牢房里 大家还在绞尽脑之想密码 我们房间的水面还在不断上涨 现在唯一的空气 就在贴近天花板的这片狭小区域里面了 不出一分钟 整个密室里将注满水 我和吴一潭拼尽全力把头仰起 疯狂吸入空间内最后的空气 我能感受到不断有水灌入我的喉咙 鼻腔 终于水注满了密室 我憋着气 脸胀的通红 再也没有多余的空气供给了 绝望感 无助感和封闭感同时侵袭了我的大脑 难道真的要我和吴一潭死一个 才能就另一方吗 吴一潭看我的眼神很复杂 他估计也在思索同样的问题 我已经想好了 大不了就把选择权交给命运 我俩谁先憋死 另一个人就继续活下去 我闭上了眼 突然脑海中浮现出那句迷面 有问题就会有答案 思来想去 答案应该就隐藏在爱 怕的是水污染哦 这句话里 这句话甚至算不上一句完整的句子 因为没有主语 所以他想表达的肯定不是字面意思 而且这句话为什么有两个感叹词 哎哟 似乎是出题者刻意让这两个字出现 大脑极度缺氧下 运转速度反而更快了 哎哦 哎哎 哦 一道闪电从我的脑海中划过 我整个人开始下潜 向着密码锁的方向游去 我在密码锁盘上输入了最后的答案 7277673栋 第一 密码正确 防弹玻璃墙自动抬起 满屋的水从敞开的大门清洗而出 空气再度注入房间 我和吴一潭疯狂扒在空气里 大口大口吸食 这人间最珍贵的资源 第三轮游戏结束 恭喜各位玩家 当前剩余玩家数 五人 12 我大口大口喘着粗气 劫后余生的兴奋感 大脑缺氧后的饱养感 轮番冲击着我的头脑 一阵眩晕 我躺在尸程一片的床铺上 浑身无力 挺厉害呀 阿泰的声音传来 我扭头一看 果不其然是那口熟悉的黄斑牙 阿泰是死刑犯 所以是单人剑 他却竟然活了下来 那说明 剩下的两人竟然是阿龙和浩子 透过阿龙的肩膀 我看到了脖子被反方向 扭成180度的刀老三 死相惨烈 他肥大的脖子 此时已经皱起了五六层皮 刀哥 你当初杀了大哥和二哥 我配合你 你当初玩了嫂子 杀了侄子 我配合你 你当初说你一个人在牢里不安全 要我进来陪你 我配合你 现在是你回报我的时候了 阿龙蹲在刀老三的实体边 自言自语 浩子的手里也提着一把沾满血的刀 想必这两人都触发了第二个解锁机制 吴一坛走到我身边 把手放在我的肩上 狠狠捏了捏 满脸都是崇拜 光哥 你太牛了 密码是多少啊 72779673 我解释道 唉 怕的是水污染哦 提示 有问题就会有答案 这两句迷面里 后半句提示了前半句 其实就是解锁的答案 而前半句每个字的首字母 分别是Epsilon 经过顺序变换 重新排序 可以得到英文词Password 也就是密码的英文翻译 对应到键盘上的数字 就是72779673 这个密码也回头验证了有问题 就会有答案的迷面 因为密码本身就是密码 听完我的解析 吴一坛愣住了 眼里的崇拜快要一出来 我也万分庆幸自己在最后关头 竟然开窍了 但是更让我震惊的是 全场为二解除谜题的 除了我竟然是阿泰 识人阿泰 他究竟还藏了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 13 广播继续 第四轮游戏 贪婪的抉择 剩余玩家自行组成两队 每队人数不设限制 组队完成后 两队各派出一名代表 进入禁闭室开展游戏 请各位玩家完成组队 并指派参赛代表前往禁闭室 剩下的规则 会在玩家进入禁闭室后产民 广播内容很简单 但是什么都没有说 我的脑中是一连串一问 禁闭室是监狱走廊尽头的一间黑屋 只有被典狱长处罚的刑犯 才会去那里关押 为什么要派代表去那里 现在的禁闭室里究竟有什么 而且既然是组队 又为什么要单独派代表行动 未知的总是令人恐惧的 但是经历了一整晚的死亡 我反而对剩下的游戏 产生了一丝兴奋感 组队结果自然不言而喻 我和吴一潭继续搭档 而阿泰 我答应过他 也会和他组队 刀帮的那两人也必定是组成一队 我深吸一口气 看了一眼吴一潭和阿泰 说 我来做我们队的代表吧 吴一潭没有任何顾虑 阿泰耸了耸肩 表示默许 对面那队派出的代表是阿龙 现在刀帮老大已经被杀死 刀帮剩下最有威望的 自然就是阿龙 这个刀帮第一杀手了 我和阿龙面无表情的 一同走向禁闭室 十四 推开禁闭室大门 里面是一片昏暗的空间 禁闭室的正中央摆放着两张桌子 我走到其中一张桌子面前 上面是两排案件 第一排是一红一绿两个案件 第二排则只有一个黄色案件 游戏规则就贴在三个案件旁边 第四轮游戏 贪婪的抉择 桌上有两排案件 请任选其一按下 注意 第一排红件或绿件中 有一个将直接引爆选择者脑中炸弹 爆炸概率25% 第二排案件中的黄件 将直接引爆本队其余玩家脑中炸弹 爆炸概率50% 请谨慎抉择 一旦按下立刻引爆 游戏时间5分钟 我倒吸一口凉气 看这个意思 除非我选中第一排 那个不会引爆自己脑中炸弹的案件 不然我们对必有人死 震惊之余 我的脑中却已经快速做出了决定 不管结果如何 我绝对不可能背叛队友 但是看着规则内容 我总觉得哪里有点不对劲 抬头看向隔壁桌的阿龙 他脸上的杀气已经藏不住了 不用猜也知道他要做什么 几乎是毫不犹豫的 他按下了其中一个案件 不出几秒 他的五官竟然开始冒出白烟 接着 阿龙蹊跷流血而亡 我很意外 他竟然选择引爆自己脑中的炸弹 这与他的人设不符啊 但很快 我就意识到 刚刚感觉的不对劲在哪里了 规则里的概率不对 如果第一排的两个案件 分别代表引爆我脑中的炸弹 和不引爆我脑中的炸弹 那么爆炸概率应该是50% 并非规则所说25% 而如果是按下第二排的黄色案件 那么队友脑中爆炸的概率是100% 并非规则所说50% 所以如果规则的概率没有算错的话 那么只能说明 规则并非表面上看上去那么简单 我很快排列组合了一下 然后一个大胆而又恐怖的设想 出现在我脑海中 禁闭室外的其他人也正在做选择 同时 我计算出了规则背后真正的逻辑 上下两排案件 其实根本没有区分本人还是队友 只有是与否之分 就像串联电路一样 当禁闭室内外两端的人都选择了事 才会触发全队人员脑中的炸弹引爆 而只需要有一方选择了否 那么大家都能幸存 具体来说 禁闭室里的人选择的 其实是其中一道开关 第一排案件有可能出现是或否 所以选中是或否的概率都是50% 第二排案件出现式的概率是100% 门外的队友如果也是两个按钮 一个是一个否 那么就都是50%的概率 因此 第一排选中引爆的概率就是 50%乘50%等于25% 而第二排选中引爆的概率就是 100%乘50%等于50% 和规则能够完美对应 所有可能性的排列组合如下 是第一排加式外 全队引爆25% 是第一排加否外 全队安全25% 否第一排加式外 全队安全25% 否第一排加否外 全队安全25% 是第二排加式外 全队引爆50% 是第二排加否外 全队安全50% 计算结束 所以从始至终 我都只有一个最优选择 那就是按下第一排中的某一个按键 然后我们全队能有75%的存活概率 想到这里 我默默按下了第一排的滤键 并双手合十 竟待结果到来 10秒钟过去了 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30秒过去了 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一分钟过去了 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我缓缓走出禁闭室 看到了仍然活着的一潭和阿泰 而在另一边 是七窍流血的耗子 地上放着两个遥控器 每个遥控器上 都设置有黑白两个按键 15 游戏结束 恭喜存活玩家 获得1000万元激励奖金 并获得自由 杀人派对结束了 阿泰走到耗子身边 一边笑一边用匕首 割下了一只耳朵 塞进嘴里 大口咀嚼 与此同时 关押区的大铁门 也缓缓打开 我 一潭和阿泰 并肩走出了大门 铁门上夹着三张 1000万元的支票 我们一人拿了一张 阿泰依然是深不可测的 对我俩笑了笑 一口沾满鲜血的黄斑牙 晃得我直犯恶心 这扇门出去之后 我们各走各的路 从此井水不犯河水 我并不情愿阿泰获得自由 但是已至此 我只希望 未来不再和他有任何瓜葛 走出监狱大门 我和一潭紧紧相拥 好兄弟 就到这里了 光哥 希望你尽快和嫂子团聚 带我向嫂子问候 好的 也祝福你 拥抱后 我转身走向左边的路 一潭走上右边的路 谁也没有回头 只留下鞋 靠着铁门站立在原地的 一脸笑意的阿泰 16 回到家 老婆正在厨房忙活 谁啊 老婆 是我 我回来了 你是不是又犯老毛病了 老婆看我的眼里 尽是恐惧 仿佛不认识我一般 老婆你怎么了呀 是我呀 我还赢得了一场 诡异的游戏胜利 这是奖励的一千万元 我们可以过上好日子了 我把支票拿出来炫耀了一番 求求你 放过我吧 老婆的表情 却越来越恐惧 她竟然当着我的面 跪了下来 到底是怎么了 我感受到一股木火攻心 看着哭哭啼啼的老婆 没来由的愤怒 你是不是背着我找了别人 求求你 你走好不好 玩游戏的场景 一切只为和眼前人团聚 但万万没想到 对方竟然是这样的态度 我愤怒急了 揣起灶台上的菜刀 就劈了下去 血浆蹦剑 老婆的头被我整个砍了下来 我疯了似的一刀一刀 砍在老婆无头尸体上 她的肉一片一片削落 我拿起一片鲜肉 塞进了嘴里 满地的鲜血 像镜子一般 反射出我满口黄垢斑斑的牙齿 与LT 翻外语GT 我叫泰森 服刑编号1101 我是个死刑犯 明天就是我上刑场的日子 我有人格分裂症 我的两个分裂人格 一个叫于光 一个叫吴一坦 于光经营一家儿童玩具公司 他智慧过人 吴一坦则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出租车司机 为人仗义 我的本体则是一个杀人狂魔 喜欢食人肉 本以为第二天就要服刑 没想到杀人派对竟然又找上我们 我曾经参加过这个游戏 当时依靠我丰富而均衡的三重人格 我杀出重围 成为最后的幸存者 而这次我依然可以 一 第一轮游戏 极度心作祟 大规模混战中 不知道哪里有人高喊一句 二楼201那个死刑犯要下来了 刀老三的头抬起 和我四目相对 大家都保护好我 这家伙和我有仇 他要来杀我了 刀帮的一群小喽啰 像完老鹰捉小鸡那般 团团围住了他们的老大 太可笑了 我当然不会那么早下手 我要好好看看 后面的游戏 他是怎么被折磨致死的 但我依然站在他们面前 第二轮游戏 暴食A或B 当餐车推上来的一瞬间 作为我第二人格的余光 就闻到了熟悉的味道 当然了 哪怕没有闻到 我也会选择B 我对那些可爱的营区 真是完全没有抵抗力 我吃的一定很香 三 第三轮游戏 愚昧者坟墓 因为我是死刑犯 我是单独一个人一间牢房 所以我只能选择破解密码 还好余光在最后关头 救了我们仨 四 第四轮游戏 贪婪的抉择 游戏规则在最后备注了一行小字 如果玩家仅一人组队 则直接选择第一排的红货绿案件 爆炸概率50% 看来我的运气挺好呢 选择了那个不会引爆的绿件 五 回到家 我看到了我的老婆 她真是太令我失望了 她一定盼着我早点死 怎么能够轻易便宜了她 果不其然 最终她还是死在了我的刀下 死人的肉 真的是太好吃了 晚安